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昨天呢就是有一个消息 很多人呢都搞不清真假 就是呢一开始就是说杨洁篪和沙利文 要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在瑞士进行见面 先是说呢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有很多的媒体都跟进都转发 一时间呢人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直到昨天上午的时候呢美国的白宫确认了这件事情 大家呢才知道啊这原来就是真的 那现在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已经是完成式了 我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发了新闻稿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读一下这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的题目呢就是杨洁篪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瑞士的苏黎市举行会晤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 全面坦诚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会晤呢是建设性的 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 双方同意采取行动 落实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 加强战略沟通 妥善管控分析 避免冲突对抗 寻求互利共赢 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攸关世界前途命运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害 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 正确的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 中方重视拜登总统 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 注意到美方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 不搞新冷战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走中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江、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的对话和沟通 好这就是这个新闻稿的全文 我们从这个来看呢 双方呢在之前一触即发的那种紧张的态势 现在看来呢得到了控制 那之前双方的紧张态势 我们看到从中方的这边来看 在国庆节期间从1号到4号 中国呢派出来了大阵容的军机编队 到台湾的南部空域呢进行绕飞 四天的时间一共是派出了149架军机 这是史无前例的 那为什么说呢这几天连续的破记录 其实呢除了最近以来连续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不断传出来坏消息以外呢 其实还与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盟友 在南海举行军演有关 美国英国还有日本集中了3.5艘航空母舰 为什么说是3.5艘呢 就是日本的那艘呢是一条准航母 真航母三艘 然后呢日本的准航母呢有一艘 所以3.5艘航空母舰 这个挑衅的意味呢是非常重的 所以呢中国不仅加大了频率 而且一次性飞机的架数呢也不断的升级 美国在3号的时候发了一个声明 表示说呢中国的这种行为呢很容易造成误判 也确实看起来是箭拔弩张 或者说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很有可能一下子就打起来了 所以美国呢就紧急的叫停 那中国呢就给予了积极的应对 就派出来了杨洁篪和这个沙利文呢 在瑞士进行会面 现在看来呢这个会面 双方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那这个结果呢也是良好的 现在看来美国是做出来了让步 表示呢会按照习近平和拜登 在9月10日他们两个的电话通话 所达成的共识 那拜登呢我们看到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呢 他提到了一个说法 让全世界呢都好生纳闷 尤其是台湾就一脸蒙圈 完全蒙圈了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台湾被出卖了吗 这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 就是呢 昨天拜登在记者的面前说到了一个词 他说他和习近平两个人 在通话时候的一个台湾agreement 他提到了这两个英文词台湾agreement 完了以后呢台湾就扎锅了 我看到这个以后呢我也纳闷了 哎呀什么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 达成了一个台湾agreement呀 我还以为我孤落寡闻呢 我还以为哇我什么时候错过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啊 那结果呢我一看其他的媒体 大家也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连台湾这个官方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开始广泛的就查 什么时候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达成了一个台湾agreement 除了三个联合公报以外 还有其他的吗 除了这个美国跟台湾的承诺以外 这是这个台湾呢一直都特别强调的 美国对台湾的什么台湾关系法吧 台湾旅行法吧 美国对台湾的六个承诺吧等等这些 老是拿这说是 说除了这些难道还有别的吗 难道美国对我们的承诺有所改变了吗 结果呢查来查去都没有 现在呢台湾方面就认为 所谓的台湾agreement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台湾协议了 这所谓的台湾协议呢 其实没有一个协议 而只是呢英文和中文的这个对应 让中国人误解啊 因为这个agreement呀翻译成中文的话 它就是一个协议 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呢 这个agreement 它的意思呢要大于这个协议 说一个agreement并不当然的说 那里有一个协议 或者是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其实不是 只不过呢英文呢一般的来说 它是一个词 有动词的形式 有名词的形式 有形容词的形式 甚至还有副词的形式 英文的词汇呢 它的表意会比较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agre 我们同意 对吧 agre 同意的这个呢 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哈 英文的这个词呢 有动词的形式 有形容词的形式 有名词的形式 还有副词的形式 然后你会说 I agree 就是我同意 就是呢 你刚才的说法呢 和我的想法呢 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 就是I agree 如果说 咱俩那天的agreement 这仅仅就是说 我说这个英语呢 它这个词 有动词的形式 名词的形式 形容词的形式 还有这个副词的形式 你说咱俩agreement呢 只不过就是 你同意我这么一个看法 并不是说咱俩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一个很广泛 没有那么正式 其实 那现在呢 这些比较了解英文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就捋出来了说 原来 其实没有那么一个台湾协议 只是拜登可能说 他们俩打电话的时候 在讨论 关于台湾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俩有一些 共同的看法 那些共同的看法 那些事项 那些看法 就是他俩 关于台湾的agreement 那他俩关于台湾的agreement呢 我相信就是呢 包括一些内容 第一呢 就是台湾问题呢 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这一点呢 我相信 拜登呢 他就同意了 一个中国 那在杨洁实和沙利文 他们两个见面呢 这一次又特意 又点出来 美方表示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就只有一个中国 对吧 这是他们同意的 另外他们同意的呢 可能就是说 我们要坚持三个联合公报 对吧 这是他们同意的 就是无论是 在哪一方面 他们同意了的 这是拜登所说的agreement 涉及的内容 并没有一个说 俩人签一个协议 这是这个问题 另外呢 就是关于台湾老是说 那六个承诺 我以前视频里面 也曾经说过 所谓的六个承诺 到底承诺了你的什么 对吧 实际上呢 那六个承诺 对于台湾来说 现在搞台独啊 或者是呢 防止中国大陆 硬性的统一台湾呢 并没有一个保障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他这六个承诺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障吗 那根据我在网上查的哈 危机百科里面就说 2016年5月16号的时候呢 美国就出台了一个法案 是美国的众议院出台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里面这个六项保证的内容就包括什么呢 第一项内容就是 美国未同意对台军售设定期限 就根据中美联合公报里面就说呢 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 应该是从数量和质量上 应该逐步减少 直到完结 只是这么说 但是呢 并没有说 你什么时候就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 并没有说这个 他第一个呢 就是说了这个 没有设定期限 然后第二个说 美国并不寻求 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调停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 所有的这些冲突啊 不同意见啊 分歧啊 这些 美国并不寻求在你们两个之间进行调停 但是呢 事实上 他美国经常出来干预 对吧 像现在就是他出来干预 这里面他是说呢 他并不寻求为台湾调停 就是说 如果双方发生了争执以后呢 蔡英文如果说 嘿 美国现在我跟中国大陆发生了这样 顶上牛了 然后你能不能出来来调停一下 然后呢 美国说 No 我第二条是 我不寻求来进行调停 这个与其说是一个承诺呢 还不如说是一个不承诺 对吧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是美国也不会施加压力 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这个呢 就是针对中国大陆那边了 就是中国大陆呢 也不能要求美国说 嘿 美国你现在应该出面给台湾一些压力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统一 美国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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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帮助你来给台湾施加压力的 这是对台湾的一个保证 他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 但是这也无所谓啊 中国也不需要啊 中国说这是我们的内政 对吧 其实我都不需要你的干预 跟你都没关系 好 所以这个第三个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 第四个 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可能台湾觉得这句话 对于他们来说呢 是比较有利的 美国对台湾的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那他的长期立场是什么呀 对吧 三个联合公报里面已经都规定了呀 一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 那只有一个中国 这一个中国是谁呀 现在其实很明确了 也正是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加入这个联合国的时候 那所谓的中华民国也必须退出 换句话说 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不再承认你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了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台湾方面没有主权 在国际上不是一个合法的主体 这个呢 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这是对台湾的一个保障吗 对台湾有什么保障 对不对 这个也对台湾没有什么保障啊 然后我们再看第五条 美国并无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 你修改不修改的也无所谓呀 没有计划要修改 这个对台湾来说呢 有个什么保障吗 没有 这回拜登所说的台湾agreement 很多人就在猜测 就在找着到底是代表着什么呀 当然很明确的一点是呢 像台湾关系法呀 台湾旅行法呀 这些美国国内的这些法 对吧 中国大陆永远都不会去承认它 或者是同意啊 什么的那些 不会 这是你自己的法 你自己的法对外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好 第六条是817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意见 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呢里面这个817公报呢 它的内容并不表示说美国对台军售之前呢要问问北京 黑现在我要卖武器给台湾了 你同意不同意 说是不代表这个 说白了 这六项所谓的保证呢 其实就是对三个联合公报对台湾的一个解释而已 给你解释一下 你别误会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什么意思 你的那个担心存在还是不存在 没有必要担心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能保证什么 什么也保证不了 台湾动不动就说这六项保证 六项保证 然后美国呢也老说 对台湾的保证坚如磐石 坚如磐石有什么意义啊 这六条对不对 并没有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话 我一定会出兵 我一定会保护你 不会 不会 现在呢 美国经常会说 会帮助台湾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其实美国卖给台湾武器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它是违反了三个联合公报的 虽然说三个联合公报并没有规定 美国你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应该停止了 虽然说没有这个规定 但是里面有规定啊 你应该是从质到量逐步减少 逐步减少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逐步减少 你只能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从这层次上来看呢 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 那如果你层次上升高了 那你就违反了 那你数量上多了 那你就是违反了呀 对吧 是美国并没有遵守 国庆节的这四天 连续四天 大陆的军机绕台这件事情呢 我想大陆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首先这四天的飞行 如果说练兵的话 达到了目的 对吧 如果是对台湾那边的一个侦查的话 达到了目的 如果是试探一下台湾和美国的反应的话 这也达到了目的 如果说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这种军事博弈的一个策略 就迫使你坐下来跟我谈 这也达到了目的 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胜利 最关键的 我觉得就看出来 美国对于武统台湾这件事 对于两岸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件事情呢 是他不想看到的 是他不想看到的 他也不会参与到里面来 如果真的要发生冲突的话呢 他应该不会参与到里面来 我认为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 心里应该是更有输入了 然后再结合这段时间以来 水门事件的那个记者 所写的那本书里面 接出来的 就是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主席 米利 他曾经打电话给中国的高级将领 来探讨两边能不能打起来这件事情 而且呢他在美国的国会作证的时候 他还提出来说这是常规的通话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类似这样的通话多了去了 很常规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了解到 中美之间是有沟通的管道的 各个层面都有沟通的管道 而且呢双方的沟通良好 再一次说明台湾就是一个妻子 台湾就是一个妻子 美国要干什么 绝对不会和台湾进行商量 也用不着跟他商量 和大陆之间的沟通管道 是完全畅通无阻 和台湾之间基本上没有 台湾要想和美国说上话呢 是非常难的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